去俄新社2月2日报道 乌军应征兵科瓦联科接受俄美采访时自述 他和同样在英国接受过培训的一型乌军士兵 首次参加战斗仅仅20分钟后便向俄军投降了 阿尔乔姆科瓦联科在采访中回忆起他们一型乌军受训的经历时谈道 我们先到了利沃夫 隔天再穿越边境 在波兰坐飞机到的英国 但是这之后就只能坐公交车到沃克普的训练基地 在英国我们接受培训的项目基本都是针对年轻士兵的 包括射击 医疗 最基本的军事法律和其他东西 什么突击战壕 城镇和建筑之类的 科瓦联科指出他们一共在英受训21天 科瓦联科介绍自己的应征经历时提到 之前他们收到了应征办的通知 2022年6月22日到了乌克兰中部临近基辅州的瑞托米尔 进入了那里的乌军第199训练中心 但在那里仅停留了一周左右 他们一行人就被安排到国外受训 随后大家才开始了在英国为期不足一个月的旅程 在接受完短期培训后 科瓦联科和自己所在的部队被安排赶紧返回乌克兰 但接下来又回到了瑞托米尔等待下一步安排 此后科瓦联科和同伴被分配到了 乌军第25旅下属的部队中 随后他们再被向西调动 我们在这之后被安排到了沃伦州 直行扎布洛特西亚村的巡逻任务 科瓦联科提到他们被安排到前线已经是去年东西 部队到了斯维亚托戈尔斯克 他们被安排在当地的旅游营地住了四天 然后就到了阵地上住了一个月 科瓦联科称 他们接到的任务是要求他们在俄军发动进攻时守出防线 但是12月1日俄军真发袭进攻了 俄军阵地很快就被绕过 包围 随后就是遭到突击 整个过程持续了20分钟 然后科瓦联科和其他人就都投降了 俄新社在报道中援引英国美日电讯报的消息称 英国政府方面的发言人宣称 英国已经训练了约1万名乌克兰军人 而时至今年还打算再为乌军训练4万人 而俄方多次要求西方不要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武器供应和军队训练 俄方多次强调 帮助乌克兰军队在该国之外培训人员 是美国和北约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的事实证明